打劍台 我就是不想开放 所以你来找我 我就说免谈 因为这里面很多敏感 所以通通不要谈 不能开放 政府机关 如果有人想拿这张打劍台 我就现在就告诉你说 你不要下 没有激动的肢体语言 但谈话间传递出的讯息 却丝毫不妥协 他就是专攻科技的政务委员张善正 2012年在总统与当时行政院长 陈冲三顾茅庐的邀请下 点头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 虽然薪水是从台币千万 缩水到月薪20万上下 张善正拼着救世 要做点事 但是张善正政委这样一个 比较想做事 也比较挑战这个旧官僚体系 也比较希望有创新 在科技的方面 有一些表现的人 在他的政策推动 其实碰到很多的阻碍 那也因为整个官僚体系的 这样的一个消极保守 其实我觉得他最近的表现 就没有我们原本有的期待那么高 从民意监督的角度来看 张正伟这一年来的成果 绝对不到80分 不过从企业角度来观察 少了些执行单位的牵绊 再加上宏基与Google的历练 张善正工作上的评价 立马提高了好几节 他在跟业界里面的沟通 非常频繁 那我觉得政府的官员 就是要跟业界多接触 才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欢迎江院长 也感谢陈院长 从陈院长到江院长张善正 虽然曾经是爆派的 经济部长名单之一 不过最后仍然是确认 去留科技政委的位子 外界评估 加快4G上路是关键 因为光不要金 政府就能多出300到500亿的收入 绝对很好用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马英九总统 不光是需要张善正主导的4G 科技政委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是 落实宽平降价 以及拓展数位汇流的商机 在行动价值的部分 三大领域 第一个就是电子书 第二个部分就是行动音乐 第三个就是刚刚讲这个APP Store 企业要赚钱 政府兵有感 就像张善正自己说的 做好桥梁的角色